世界各国为了自保,纷纷使出低息,负息及量化宽松策略,将资金注入经济及投资市场。2009年量宽的资金流传势必重现,造成经济恶化及租金下跌。 楼价亦普遍回远,供楼便宜过租依然存在。以中原地产新签租约统计,今年3月份全港107个大型私人住宅屋远的实用面积平均租金。 每平方尺路得33.9元。比较去年底的35.6%。首季租金平均下跌4.77%。有些业主主动劈租寻求租客。租客或会得到更优惠租金减幅。 优惠租金只会持续一段短时间。不会永久保用。楼市的出租及售卖。不乏趁低级买家及租客。在疫境中住宅的买卖租任亦算不足。世界上没有几多个行业能够独善其身。 即使是相对不算很差。也可能陷于艰苦经营。力保不失经以额手清兴。 虽然本港住宅楼市楼价及租金均告下调。在逆境之下,仅有投资工具成为逆史其巴。国际金价竟能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展现凌厉声势。 由每安市1455美元竞升至一度足及于7年高位。4月14日高见1783美元。升幅于22%。 在全球股市楼市波涂空涌中表现学立鸡群。在一片低息、负息及量宽升中。资金只会自动贬值。黄金首先起动是由于容易购买。不必做太多研究分析。 全因有2009年的量宽是先例。 低息、负息及量宽会引致大量资金到处流传。尋求保本增值投资工具。黄金、住屋物业都是实物的表表者。 有限量发行。比较大量印制的投资工具更为保本增值。 美国、欧盟及日本等国家当年来的量宽。经以促使黄金及主要城市楼价俱升。 现在低息、负息及量宽再次出现。历史重演的可能性甚大。 假使楼价不升,也解决到居住者个重要课题。 楼价及租金下差。在低息环境之下,供楼与租楼的开支相差不远。 互有高低,但支付同一不浅。 二、三十年之后住屋是否属于自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。 租楼虽然不必支付首期,但到尾仍是手空空无一物。 要再交租才有楼住。买楼供满楼之后便持有物业的拥有权。 不用再付钱。聪明的读者自有明智的选择。